前不久,有记者放出消息,说吴磊曾追求过女演员向寒芝 消息一出,吴磊的粉丝嗤之以鼻,纷纷回复 要说吴磊追求过的女明星,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的爱宠狗狗,小北 小北是吴磊的粉丝都认识的女明星,并且将她称为狗北 吴磊拍戏去片场,都会带着小北 小北还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太北了 而小北其实是吴磊在拍戏时捡到的流浪狗 他和吴磊还有着很多的故事 它真的好渴 太香了 它应该是太热了,这天太热 2019年10月,吴磊在深圳拍摄电视剧穿越火线 当时剧组正在深圳北站广场取景 吴磊看到绿化袋里有白色的物体在移动 他拍完戏后好奇地朝草丛看了两眼 发现了这只三个月大的广西土猎犬 吴磊把自己保温杯里的水倒出来 拿给狗狗喝 接受了滴水之人的小狗 一个劲冲着吴磊咬尾巴 当时狗狗身上还在吊毛 工作人员猜测他可能得了皮肤病 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被主人遗弃在这里 他身上有皮肤病吗 有 在吊毛 在打针养毛有塞胖 他应该是小胆被人抱着 对 我觉得应该是被遗弃的 但是你看他一直笑咪咪的 不怕人 对啊 有人来找吧 没有 是来被人遗弃的 他对你笑啊 谢谢 我说你干净的 他就用这么小的 你让他听过 找一种医院吧 洗个澡刮个毛 把那个 用个打疫苗 当个证 会先一个运回备机的 吴磊等待多时 眼见没有主人回来寻找 就决定收养这只小狗 当天的戏拍完收工 就带他去了医院 检查 洗澡 办证 一通操作下来 小北就成为了吴磊的女明星 牙齿里长得全了吗 大概有多大 因为吴磊在穿越火线里的角色 叫做鹿小北 狗狗又刚好是在深圳北站发现的 所以他给小狗取名小北 而他跟小北以兄妹相称 吴磊是哥哥 小北是妹妹 记者问吴磊为什么收养小北 他说小北是最可爱 最会撒娇的宠物 看着非常准确的分辨哪个是外卖员 哪个是快递员 看着快递员 你看到外卖员 如果听到有人说小北越长越丑 吴磊第一个不答应 立即反驳 关于小北的事情 吴磊总是亲力亲为 拍戏的时候 他就把狗北放在帆布袋中 背到片场 小北也好像天生就是混剧组的 在片场 只要导演喊全场静音 他就一动不动地趴在自己的小窝 绝不会发出声音 导演一喊停 他又活泼起来 赶紧到吴磊旁边刷存再赶 由于跟在吴磊身边 小北的知名度直线上升 直追主人 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并且开始积极营业 小北在自己的账号里会贴出各种帅照 逢年过节穿上新衣服 也必定要晒一番 但是小北不同于一般的小狗 生来就是混剧组的 所以很多照片 就体现出剧组生活的特殊性 比如这张照片中 小北头上戴的 就是吴磊在心汉灿烂中 扮演的人物林布宜 头上的发饰 而这两张坐在演员以上的照片 也是在长歌行拍摄期间 在拍摄场地的流影 小北还自称阿什勒北 显然是跟着哥哥吴磊混了 现在 小北的社交媒体有38万粉丝 这么吸引人 小北很明显是蹭了他哥的流量 因为从小北的账号里 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吴磊的信息 首先 小北会放出很多主人的偷拍照 虽然狗眼看人 角度有点低 但是这更显现出吴磊大将军的伟案 小北也很有幽默感 这张照片叫做 云晨出宫的我哥和我 小北不惜自黑 都是为了表现出了兄妹俩 敬夜打工的精神 其次 小北还会发布很多剧组生活的视频记录 这些视频里 不仅有吴磊的身影 还有兄妹俩互动的爆笑瞬间 心情的小北在一天工作完了之后 看到旁边刚刚萌芽的绿草 一头一头就吃了起来 饿了吃虫子 渴得喝洞水 天天吃草 小北就能成为 笑天犬 你也在吃草 我也在吃草 我哥怕我在零下28度的学员太冷 于是 自从收养小北之后 吴磊拍每部戏都会把小北带在身边 所以小北也是吴磊每部作品的见证者 在穿越火线 长歌行之后 小北又跟着吴磊拍的电视剧 星汉灿烂 林大将军在拍摄剑戏也不忘录狗 遛狗 全然没有了大将军的威严 除了跟剧组 小北也会跟着吴磊拍时尚大片 在拍摄现场围着他跑来跑去 小北还和吴磊一起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 甚至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在节目里表演握手 立正的小才艺 俨然是一副女明星的发 据说已经有商业代言找到小北 邀请他独自拍摄广告 网友笑称 小北和吴磊的关系 就是女明星和他的经纪人 已经有狗粮品牌在联系小北 就是Sklasun狗粮了 孩子吃法硬了 让自己养活自己 以后可能就是我得趁小北热度了 吃法硬了 还没有 二人 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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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